一包糖果十二个 弟弟吃了三分之一包 妹妹吃了二分之一包 还剩下几个 首先我们可以先写横吃 一包糖果的十二个 除以弟弟吃的三分之一包 所以是除以三 三等于瓜糊 三乘以多少等于十二 三乘以四等于十二 所以弟弟吃了四 可 妹妹吃了二分之一包 弟弟吃了四颗 单位 单位不一样 所以不能比较 所以我们要把妹妹的二分之一包 变成颗 所以是十二 除以妹妹吃了二分之一包 所以是除以二等于瓜糊 二乘以五 二乘以几等于十二 二乘以六等于十二 所以妹妹吃了六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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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可以先把弟弟吃了四颗 加上六颗 加上妹妹吃了六颗 加上妹妹吃了六颗 加上一包糖果的十 十个 所以是十二 减掉 弟弟和妹妹吃了十颗 所以等于瓜糊 十二 所以答案就是剩下两个 这个单位就是几 后面这个 后面这一个就是单位 所以单位是两个 还上 还上